今天的行程不是太紧,还有点时间 再来再录一段 关于朋友之间爬这个江口长城的 因为我这次回来呢,我的朋友 他们是提前知道的 因为他们不像我,尤其像我妈那样 因为大家去的地方很多,不会说担心我回来 朋友嘛,每个人都天天的这玩那玩的很正常 我这次回来的时候呢,提前和朋友说我要回来 其中一个朋友从昆明过来 因为知道我要回天津嘛 就说我想爬一次江口长城 专门从昆明飞过来,利用一个周末的时间 周六来,周一回去 大概就满打满散,不到三天 其实就两天多的时间吧 然后从昆明飞过来爬一次长城 他也跟我讲,他认识了很多人 对他的行为都不太了解 就为了看看朋友,或者是爬个长城 就大老远的从昆明飞过来这两天的时间 那机票多少钱,累不累啊 朋友呢,他 其实我都能理解这种事情 因为出去玩嘛,大家都出去玩 有时候呢,这个玩多了以后 会感觉跟谁在一起玩 还是比较重要的 我完全能理解他能飞过来 大家陪我走一程嘛 因为我这次的行程比较长 从肩扣出发 其实,虽然跟馋的行囊没有什么关系吧 但是这是一局想走一次的路线 有一点危险性 据说每年都会摔死几个吧 还要让雷给劈了 其实至于为什么喜欢玩这些东西 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有些事情真的是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就是 就认为合理的理由 就是想走一次嘛 就像之前走胡跳峡 爬哈巴雪山什么的 单纯的想走走 你说收获什么呢,也不一定 但也许是有收获吧 自己也不太清楚 那东西来说呢 你走完以后 心情会好一些吧 四个朋友 就是这几个伙伴 经常在一起 有一些 活动在现在看呢 有点难了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每个人都会面临的生活的压力啊 都会更大一点 这个在所来呢 所以说几个人呢 凑齐一次也挺不容易的 我呢目前状态还好一点吧 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我也不准备 近期也不准备要二胎 因为 因为自己的精力达不到 如果生了 用出来 就像很多人说的 你生几个 你怎么能给他 你也能给他养大 话虽说如此 确实是 但是呢 如果你精力很充沛的话 包括身体啊 金钱啊 各个方面综合起来 或者是你对他时间 因为养小孩嘛 也是需要时间嘛 你各个方面都允许的话 多生几个也是好事 我也挺喜欢的 但是我认为目前我 综合能力是达不到的 人家很多人养三个 或者是四个的 养的确实是不错 但是呢 你单 假如说就像很多人想 你单单的就想 哎 我多生几个 那将来总有一个 会有出义的吧 有一个有出义 我就行了嘛 就是这 不太符合我的价值观 你养 那那那那三个 假如说你养不好 他你权衡不了 他们的关系 嗯 导致一些 嗯 什么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啊 就由由于 嗯 家长的原因 那挺不好的 我是很很忠实这个事情的 因为我自己嘛 本身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呢 嗯 我我就 我就不太想 说 就像很多人说那种 品盖类呗 或者是 或者另外一种说法是 给小孩 嗯 找一个伴 让他 嗯 就是成长的过程 不太那么孤单嘛 其实我这有道赞成 但是呢 相权衡之下 你自己经历 达不到 那也没有 也没有那么好嘛 你虽然说有伴了 但是他失去的东西也挺挺多的 由于家长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 二胎就不要了 现在还处于 不但暂时不要啊 哪天感觉自己 还行 有有这个经历 那我很可能会再考虑一下 当然了 这个 要看 男的还好生 要看我老婆啊 她身体啊 各个方面的情况 嗯 嗯 还是谈谈这次爬降扣啊 嗯 朋友 其实有时候朋友之间能相处的好呢 跟朋友娶的老婆 有很大的关系 就像兄弟之间 关系好 其实跟轴里有很大的关系的 轴里关系处不好啊 嗯 你兄弟之间关系也很难处好 这就是我们 中国的一个特色吧 嗯 其实 朋友之间也是这样 就像我们爬降扣的时候 嗯 我在天津的朋友呢 他媳妇挺着大肚子 完了给我们炖的牛鞭汤啊 做的鸡啊 做的鸡啊 做的鸭 让我们带上去见扣 另外一个朋友的媳妇呢 他给我们准备了雨衣 我们在下长城的时候 就是我们第一天爬上长城 然后呃 在正北楼露营 第二天下车的时候 下雨了 那朋友把雨衣拿出来 真的真的很贴心 我也很欣慰 就是几个朋友呢 娶到了很好的老婆 当然了 我肯定认为我老婆是最好的 这这这都每个人都这样认为 当然了 不具备可比性啊 那每个人认为自己老婆最好 那就那就是一件好事啊 你省惦记别的老婆 对不对 思想太暗帮了 事实上 事实上也不是这样 只是开个玩笑 其实对自己的老婆好呢 也是 嗯 嗯 家庭和谐一个很好的表现 你说白了 你和孩子的关系 和老婆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和孩子的关系 很多时候 嗯 是你和你老婆的关系传承给他 这样 是一个家庭的传承 那你和老婆呢 你就是创造这种关系的人 那和老婆的关系是更为重要的 那很 哎呀我不说别人了 就是 那如果 你完全把中心全放到孩子 而忽略了老婆的关系 这样的一个家庭 也不是太好的 就相当于 把自己的一些意愿 强加了孩子 我的想法呢 就是 嗯 我把我们的这个家庭氛围 让 所谓的 也没什么文化 不是说家庭文化 就是家庭氛围 让孩子感受到 最起碼让他感受到爱 一个充满爱的小孩 你长大以后 应该就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我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这次回来以后呢 嗯 我还是真的 真真切切的感受到 就 家庭的不幸 真的会遗传的 那其实遗传的是什么呢 是你这种 你这种 家庭氛围的不幸 嗯 从很大 一部分程度讲 我还是有一些感恩的 嗯 但是呢 去感恩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父母有一部分吧 虽然他们做的 不太好 嗯 甚至有时候 做的就 挺过分的 但是我能理解的呢 就是 在他们的那个家庭当中 他们 所经受的也不是那么 太好 我的爸爸呢 就是 我感觉是因为 被溺爱 然后我妈妈呢 就是感觉被忽略 就 两个人组建 这样一个家庭以后呢 虽然说 所有的事情 都是为了孩子 其实 真的不是那样 因为人嘛 大家都有一个自私的基因 而且呢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也很难感受到 就 就是 这种爱 因为你没有学会去爱 你 你怎么去传递爱呢 所以说这一方面 我感觉就是 我 虽然也不是那么太懂得爱吧 但是我在 这个过程当中 我去 我去探寻 我去理解 然后呢 把我理解的 传递下去 我老婆也是一样 很多时候 她也 也不是那么一个 很好的家庭出来的 也导致她 有一些爱的缺失 但是她表现来的 和我不一样 她表现来的 是这种乖巧 但是呢 从内心底 我能感觉到 她也是缺爱的 她有一些特征 一些冷漠的特征 她可以 和父母说话呢 比我要懂规矩的多 但是呢 就 就有点像是在 在做戏嘛 她内心的那种冷漠呢 其实别人是 外人真的是很难察觉到的 你只有 最亲近的人 才能察觉到 所以说我和我老婆呢 就是 我很庆幸 就是我们发现了 一些问题 当然了 我们身上有一些固然的东西 是 很难去改变的 就只是我们发现一些问题 我们去尝试 我们去解决 能 能 能让我们家庭就更好一点吗 所以说还是讲到那个爬肩扣 我们 从爬肩扣 谈到了就是 家人的这些关系 他们的家庭呢 我也感觉很好 大家 虽然 家庭理念呢 也都完全不一样 那最起码 你表现出和谐 然后呢 让 让下一代呢 不至于生活在痛苦和纠结当中 这就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爬肩扣 也挺搞笑的 当天晚上我们在那个正北楼的楼顶扎张房 扎完了以后 旁边也有一些旅友 就说他们要下车 因为当天晚上呢 说有雷电 我们在长城的那个地方应该是附近的一个最高点 而且他在露天很可能很可能雷震雨的时候会遭到雷劈 我们权衡再三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帐篷都扎好了 而且是大晚上的 我们带着头灯什么的 也挺麻烦的 还是最后为了安全嘛 下车到那个城楼里面 但是城楼里面的风景啊 各个方面都没有上面好了 但是为了安全几件嘛 别玩嘛 玩是在尽量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去玩 也不能一味的傻傻的去冒险嘛 就有点有点不合适了 你在自己寻求一小点刺激的同时 也要对自己的家庭负上责任嘛 自己挂了那家人怎么办 然后朋友呢 跑完了以后 然后周一我们一起玩了一下 另外两个朋友要上班去嘛 然后周一就回了昆明 我呢 周一就从天津晚上 他那天晚上的飞 一个人送他去机场 另外一个人送我到那个 两个天津的嘛 另外一个送我到火车站 然后呢我就前天做了 没买到卧铺嘛 做了一晚上的硬座 完了 乱到了大同 昨天早上 在那个做硬座的时候 朋友 里面的时候还说 真的挺佩服你的 能做硬座 那是买不着卧铺啊 那怎么办 那只能做硬座 那其实上大学的时候 做硬座也是一件 很正常的事情嘛 四十几个小时 甚至零刻七十个小时 很正常嘛 这次一做的话 我也能睡着 睡着了以后 那头就感觉歪到别人的 那个肩膀上 总感觉我一头被这样 这样给推过来 挺不好意思的 幸好是个哥们 如果是个女儿的话 我却大家还以为 这货是不是故意占便宜啊 后来到了张家口 他们都好多下车了 我就可以一个人 躺在三个座位上 就睡了一下 但是昨天 到在大同 还是困得不行 因为 毕竟睡眠质量也差 就睡那么一小会儿 在下午 在花言寺的时候 在寺里睡了一觉 找个地方 躺下就睡着了 因为当时走的 真的是没劲了 昨天差不多走了 两万步吧 也挺累的 再加上 前一晚上休息不好 现在花言寺睡着了 完了 醒了以后呢 就感觉有点力量了 有点力量就 转了一圈 也挺好玩的 因为 怎么说呢 很多时候 现在感觉 你通过外界的这种刺激 就不像以前似的那么明显了 爬个肩扣啊 或者是 在做一些 开个飞机 或者是 在爬个山 冲个浪 这个工业 这个工业 能带来一些精神享受 但 要比自己想寻找的那份内心的安宁 我想通过这些活动去寻找这些 去寻找内心的安宁还是很难的 所以 现在呢 我更倾向于 让自己静下来 其实 让自己动起来 不是很难 真的让自己静下来 才真的很难 所以说 我就感觉 以前 有一种态度 就想 你说这些和尚 他们坐在那一件位子什么呢 就 真能 就很不理解人们 然后那时候的思维就是喜欢去评判 就感觉这群伙太傻了 你先 干点啥事不好 其实呢 别人领悟到的东西 是自己无法领悟到的 你 你去 不懂人家 你凭什么去 与你自己的观点去判呢 就像我在家里边 人家都说 你国外有什么好的 你为什么天天往国外跑啊 你国内 你把房子卖的 你回老家 你一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了 太好了 这是他们 认为的一种 态度 因为他们 最高生活 不用工作 然后 什么全够 那这就是 我爸 当时要传造给我的 你不受累 你有钱 就行了 那这只是 一些人的追求吗 我也不去评判他们怎么样 至少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我还是更希望 人 能活得稍微更明白一点吧 就像这次回来 在哪都看见 这种所谓的这些 社会主义 什么什么核心领导 这样的一些东西 搞这些事 我从小就很反感 现在我依然反感 那有可能将来有一天 忽然顿悟了 我这些事情我熟视无睹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一种状态啊 但是呢 对于这些事情就没有那么去厌恶 那么去排斥嘛 以一颗品尝心的去对待 过好自己的生活嘛 现在我现在就努力的实现的 就是这样一个目标嘛 过好自己的生活 经营好自己的家庭 对 我今天晚上要去平遥 然后去西安见一个朋友 我上次和我老婆 私定终身就是西安平遥之类 我很多朋友都很喜欢 听我讲的 我和我老婆的这个 恋爱经历的这个事 我冲走这样一条路 看看能 先起我多少的波澜 其实我也挺怀念那个时代 大家都很年轻都很无知 就是可能是两个 两个人的不幸吧 更导致我们两个互相吸引 能够 好好的去生活 像在这一路上相互扶持 相互照顾 今天晚上就要去平遥 感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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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